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孟非 谢谢你们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的有很多的编导 都会去五个城市 每周都去跟一些全国各地的 来报名 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些观众 进行交流 其中他们回来告诉我一件事情 说有一个在国外念书的一个女孩 也来我们这儿报名 也就通过了 那个女孩说 她原来在国外念书 并不知道有《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在之前她父母就一直觉得 她跟女儿岁数也不小了 一个谈恋爱 女孩也没当回事 然后有了《非诚勿扰》之后 她父母就跟那个孩子说 她说你看看现在啊 江苏卫视有一个节目 网上能看到叫《非诚勿扰》 她一看觉得挺好玩的 但是她父母跟她说 你看看现在国内 找对象多难呢 24个女的挑一个男的 再不抓紧就没得挑了 这女孩一看 觉得这是个问题 回来 赶紧回来 报名通过面试 要上我们的节目 这事呢我觉得是这样 年轻人的婚恋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情况并没有严峻到她父母说的那样 已经达到了24比1的这种局面 倒是从这件事儿 我们可以感慨的是 可怜天下父母型 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厚爱 欢迎大家老师 华太老师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24位漂亮的女孩儿 欢迎你们 请亮灯 节目一开始提醒观众朋友 现在可以一边收看 我们《非诚勿扰》的节目 一边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非诚勿扰》的节目播出 过程当中的微博互动 我 乐嘉 黄翰 我们三个人 将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和大家就一些你们感兴趣的问题 尤其是节目有关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线上进行交流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的奖励政策不变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如果获得22盏或者以上的亮灯 最后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将立刻获得 由伊犁果汁优算术提供的 夏威夷甜蜜浪漫之旅 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将获得奥康皮鞋 特别制作的水晶鞋 作为爱情纪念 场上有新来的女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 6号 我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孩 然后我现在在深圳工作 我想找一个 就是像郑少秋一样的男孩 然后她既成熟又稳正 谢谢 郑少秋 有60了吗 对 我刚才在想 郑少秋如果在香港听到 有人还叫她男孩一定会无比欣慰 4号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胡浩 今年暗示七首来自北京 暗示四位美女好 乐嘉老师好 乐嘉介绍 不好意思 我把乐嘉和你的那个造型 有点混淆了 没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在机场里面 经常被人追 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现在以后 孟非老师啊 我高兴见到你 这我经常碰到的事情 不见过 其实没关系 已经前面有好多人 把我跟她没太分清 看看24位女生 你最喜欢哪一位 希望你带走她 24位女生 对第一个亮相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2号 男嘉宾 我就想问你 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好像是一包口香糖 哦 装的是口香糖 缓解紧张的 还好你装在口袋里 没搁嘴里 历史上发生过 有一个男嘉宾 嚼着口香糖出来 被24个女生 骂得 情欧致死 大家好 我叫胡浩 目前和朋友在北京 开了一家网络游戏公司 我是一个兴趣爱好 非常广泛的人 曾经我是一个职业高手 参加过WCG和ESWC等 世界电子经济职业大赛 曾经获得上海赛区前八 和安徽赛区前三的好成绩 我还是一个业余歌手 前年我写过一本网络小说 在天涯上发表 有几百万的点击率 我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失败 一次是学业失败 一次是事业失败 一次是爱情失败 我觉得失败子总是暂时的 只有在失败中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反省自我 不断完善自我 成功自然而然会到来 我做人的原则是不狂妄 不分别 不执着 善于待人 死亏是福 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但我也希望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船中接待 远远流长 如滔滔江水般 连绵不绝 1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就是那个 你多次失败 那你现在还成功了吗 有没有成功的经历啊 我现在处于创业的初期阶段 怎么可能成功呢 当然了 未来说不定有一天我可能会成功 成功不一定只事业呀 还有各方便呀 你都没成功过呀 如果我爱情成功了 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尝试着不用反问句 回答他们的话好吗 可以啊 13号 你好 你好男嘉宾 你说你事业爱情学业都没有成功 然后你来参加《非诚勿扰》 那你觉得我们这24位女嘉宾 为什么要选你呢 你可以说一个理由吗 因为我现在处于创业的初期阶段 如果有一个女嘉宾跟着我的话 可能会吃很多苦 受很多罪 但是呢 等到有那么一天 会有一些小小的成就的时候 我觉得 你的这想法其实挺好的 但是你评估一下 今天的这些女孩 有多少人愿意 先跟你吃那么多苦呢 他们会不会在想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来享福来 我是来享受的 我干嘛不找一个 能够给我享受的人呢 其实 我一直都特别想说这些问题 女孩会说 我干嘛不能找一个现成就能享受的 那问题是你找的过程 你说找就能找到吗 你找的过程吃的那苦 没准比跟他一块一起奋斗 达成那个成功那苦还要多 但是我确定他们不会听你 相信你这话 他们觉得我能找到 对 而且他们觉得 万一我陪伴你 把你栽培成功了以后 你不要我的话 那我都不划算 还不如现成找一个 你找个现成的成功的 我估计这种概率更大 因为你跟他一块成功 他甩你的时候 他还有点良心在 你先找个现成的人 人家早就觉得 你本来就是来栽桃子的 我甩了你也正常 谁 有道理 19号 你那个滔滔江水 连面不绝把我吓到了 我在想 你是不是到台上来 找一个生小孩的机器 我要给你小解释一下 19号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前不久 刚刚来了一个男嘉宾 把这24个女生给吓到了 来那个人他说 我要找个老婆就两条 一个是会理财 一个是要给我生11个孩子 我说那得生十几年 没关系 我让他慢慢生 把他们都吓到了 我想问一下 他是哪国人 目前还是中国人 他就为了要生11个孩子 就想去阿拉伯吗 去阿拉伯吗 到其他国家 所以呢 这以后生孩子这事 在我们这台上 轻易不要讨论 而且你用了一个词 也让人 那个弦突然崩起来 传宗接代 我觉得这传宗接代 是一个结果 一说这个词 我就老想起人的生物属性 他是说说而已 他的人 玩笑玩笑 不执着 不会执着于此 看下一条短片 我的爱情观是这样的 我认为爱情 必不等同于激情 爱情是雄性于磁性 在相互碰撞过程中 产生一种激素 并且引发了 对人情感的一种 心理和化学反应 爱情存在于保心期 有长有短 因人而易 我在研究一种方式 来延长爱情的保心期 我认为婚姻 不是爱情的坟墓 也不是天堂 它就像一条漫长的 充满坎坷和诱惑的旅途 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一定的技巧才能够走完 也就是白头偕老 我觉得夫妻双方 应该像弹簧一样 有一定的韧性 无论多少困难与反钻 都拍不断 我认为夫妻双方 可能会小吵小闹 就像食物中的调味剂一样 别有滋味 但是只要大方向是一致的 相互沟通 相互理解 就一定能够 让爱情进行到底 你看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那传宗接代这词 让我想起人的一些 我说的是生物属性 你紧跟着就开始谈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 你认为两个人 人类的爱情是激素在控制 是吗 我觉得从生物学的角度 应该是这样的 你现在有研发出来 那个延长爱情保鲜器的妙方 我想到两种方法 你怎么讲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爱情 比如说两个人喜欢唱歌 可能一起包个K房去练歌 第二个就是说 比如说生活比较平淡的时候 会找一个有刺激性的事情 比如说当背包主 一起去深山老林 两个人露营 其实如果你对爱情 是那样一个理解 什么这个激素 那个激素的话 你就研制一种什么激素 打一打 然后就保鲜了吗 您谈到这个传宗接代 我觉得多少 就会让我们想到古时候的那种男人的想法 就是要儿子不要女儿 然后喜欢儿子 不喜欢女儿 然后我想问您 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不是 儿子女儿都喜欢 只要不是那个人妖就喜欢 这 这 这 刚才第一个话问完 你说我是个传统的人 人家自然会想的可能是想要儿子 不是 儿子女儿都喜欢 我们其实就是想 我跟12号是一个意思 我们对你那个传宗接代 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我们只是想确认一下 你是对这个方面有强烈的诉求 还是仅仅是一个玩笑的表达 幽默一下 其实我是想幽默一下 对 你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师傅 对我了解就是 对我玩网络游戏的人 就是会长时间的泡在网游上面 甚至忽略了家人 忽略了朋友 忽略了爱人 那您会是这样吗 那以后做你的爱人 会不会很寂寞 我每天控制玩游戏的时间 在两小时之内 您真的能做到吗 完全可以做到 尤其是有了女朋友之后 谢谢 有了女朋友之后 如果有了你这样的女朋友 她会把这两个小时挤出来 干点别的什么 最后一个 谢谢 我的上一段感情经历是这样的 她是上海女孩 曾经有一次她一个月不跟我联系 后来她打电话说 她在美国结婚了 这一段感情对我打击挺大的 我觉得我以前谈恋爱 可能是为了追求一种过程 追求一种激情 可是我的现在的恋爱观 是希望能找到一个 能够相伴一生的伴侣 我心目中的那个她 我希望她善良勤劳脾气好 同时不要没有组件 而且不要刻意改变对方的生活 如果我们改变了对方的生活 可能对感情也会产生一定能够的效果 最后我希望她有白干净的喜 最后是一个创世外的结婚 这样就很干净又漂亮 而且腿不会晒黑 我今天是想达到一种幽默的效果 可惜我的表达可能是女生产生了误会 所以今天可能失败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如果观众朋友想了解 关于24位女嘉宾更多的 个人质量和联系方式 可以谈的选计 编辑短信 8181 下女嘉宾电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直接登陆速度高 因为手机非常软的 官方网站主任留言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傅卫斌 今年25岁 来自于成都 今天我很想通过《非诚勿扰》这个平台 寻得一位有缘人 并且为他争取一次去夏威夷的机会 所以我希望 不 我恳请在座对我有感觉 和没感觉的女嘉宾 请支持一下我 我在这里鞠躬 谢谢了 傅卫斌 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可以戴着眼镜吗 可以 为什么不戴着出来呢 因为刚才上台之前 那几个哥们儿给我说 我不戴眼镜可能好看一点 所以我想把我最美丽的一面 最帅的一面 展示给带着的女嘉宾 可以 快把你的望远镜带起来 好 希望你能牵手成功带她离开 并且去夏威夷好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24位女生 对傅维斌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好 谢谢 谢谢 还真不错 女孩们真给面子 下面的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带一个人走了 好吗 我很希望 24号 灭灯的原因 她年纪太小了 不好意思 11号 但是 还是碰到年纪特别小的 我就介绍给你 但是男嘉宾 她那边根本都没有看过我呀 你确定她没有看过这个 是啊 她刚刚就瞄了那边 尾巴那边 又瞄了这边的尾巴那边 我们中间都没看到呀 其实我就是想听你说几句话 也没别的意思 5号 就是各位成都人 但我觉得可能 和她说普通话比较别扭 来 先看看她的记者吃点 大家好 我是傅卫斌 现在在成都一家公司 做主经理助理 我之前是在德阳一家 大型央企工作 收入和福利都比较稳定 但是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甚至都能想到 我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特别没有记性 所以 我依然辞掉了工作 来到了成都 我是个好信心 比较强的人 我从小就喜欢UFO之类的书籍 和电视 我也常常仰望天空 希望看到UFO 诶 你别说 我还真等到了 在7月份的时候 UFO就平平光明成都 虽然没有进入官方阵 但是 我坚信它就是UFO 宇宙是多么的浩大 不可能只有地球才有生命 我是多么的希望 有一天能遇见外星人 能和他打个招呼 然后做地球的友好大使 然后到他们星球上去旅行 一天 我也欢迎他们来地球做客 看完这条片子 21号把灯灭了 21号 你不喜欢外星人吗 我觉得有点脱离现实啊 12号 12号 什么各种各样的 跟易经有关的这事 这样吧 我也特想知道 我后半生是不是特别凄惨坎坷 你看看我哪儿不对 你给我一只条活路 没有啦 我只是稍懂皮毛 然后一般只会看性格 性格会看一点点 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适合同时赠予你和你两个人 我觉得吧 人有点爱好了解一点 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未知 人类目前未知的一些事 我们应该怀有对未知的那种兴趣去探寻 但是我也建议大家还是本着以相信科学的这种态度去看待UFO啊或者脸的什么纹路和命运性格之间的这些事 好吗 好的 我虽然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你们看我像是与世隔绝的人吗 不是啊 我知道你特别想被一个女外星人带走 6号 我是想说我也喜欢UFO 真的 我是一个就是 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神秘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神秘 特别吸引我 谢谢 我感觉 我感觉 你要跟他 你们俩今天从这儿走了之后 今天晚上你们俩就会到一开阔地带 仰望星空 拿出一张图纸 然后再琢磨这些事 琢磨这些事是吧 16号 男嘉宾您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UFO拿你去带你去外星去做实验你愿意吗 你还愿意跟他去吗 如果我有了女朋友或者妻子的话我不愿意去 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考虑 你就是说你愿意到被外星人拿来做实验 分情况吧 如果能为他们做出点贡献我觉得也没什么的 那你真的很伟大 你不光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 你还有整个宇宙的概念 心怀天下 看他下一个 我喜欢温柔 善良 最好再感性一点 个子高一点的女孩子 当然 这个也不一定啊 关键是看感觉 别人说王八对利斗对张眼啊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我不希望你是西施与貂灿 但是你不能太得罪观众 我记得孟非老师在有期节目中说为王八 现在男嘉宾怎么年龄不大 经验也没多老 总喜欢总结经验呢 我觉得人总是在不断经历和总结中慢慢在变得成长 我觉得人这东西很奇怪 你越喜欢他时 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但是你越不喜欢他时 他越把你当回事 我觉得两人在一起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冷 一定要找到尺度和火候 因为两个人相爱容易 但是相处真的很难 黄老师 那个生活确实是要是要反思和思考 但是你不要试着急着做出某种 对某种现象的规律性 做出一个结论 那样的话真的很容易以天盖全 比如说现在女孩子都太现实 然后现在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你说这种话 发泄发泄情绪还可以 但是你要真是拿他来思考生活 就怕可能会误导很多 所以还是别急着总结 我觉得黄老师这句话 我就挺赞同 比如我们有一个女嘉宾二号 她有一次在我们单位门口 碰到一个男的 好像不是什么好人 这人穿的是一件西装 下面牛仔裤 她总结出一个条真理 反正穿西装 下面穿牛仔裤的男人都是色魔 你说我认为她就是被三个穿着西装 牛仔裤的男人骚扰过 也不至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吧 不是 这是抨击我吗 不是 举个例子 还好男嘉宾你没有穿牛仔裤上来 如果他穿了呢 我继续说这话题 你有这个权利 要总结的时候有两个 我个人以为有两个前提 不知道对不对啊 一个是当你想总结的时候 必须有大量的实践的 这个作为样本 这是实践的 第二 有一定的理论 来指导这个总结 好吗 19号 嗨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第一段VCI的时候 你说你特别幻想喜欢UFO 你觉得你成熟吗 我喜欢UFO 这只是代表我的一种爱好 然后这跟成熟我觉得 没有什么关系 谢谢 11号你想介入这个讨论吗 我想说如果他真的 真的那个外星人来了 你不怕吗 不 怕多多少少 是肯定有一点的 但是我想见他们 已经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想有一个新的讨论 跟女人相处的时候 要那个欲情孤众 若即若离 据我所知 好像乐嘉也比较赞成这种观点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敢 一般都是人家对我欲情孤众的 我没这个问题 老师 我觉得我不大同意这个 然后我也 我这么理解啊 你是真的要是找到一个 齐风对手的那种恋爱对象 两人洛基若离玩一玩 可能还挺有趣的 你比如说要像11号这样 这么纯洁的女嘉宾 你跟人洛基若离人就会觉得 你在干什么呀 你在干什么呀 你对我为什么这样 对吧 我觉得 我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关键还是真诚 我虽然是那样说 但是因为 两个人都互相有工作 他们不一定天天都能见面 也许这个样子 会增加他们互相之间的思念 因为大家不是有句话说了好吗 小别胜新婚 对这事我的看法是 在爱情这上面吧 也有一些事有规律 也有一些事是有一定经验的 但是我不认为有某一条经验 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适用于每一个人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 是情况而定 对 我觉得有四个字 我特别想说 叫因人而异 对 谢谢孟非大哥 谢谢黄菡老师 谢谢乐佳老师 我觉得刚才在场上 乐佳老师和黄菡老师 和孟非大哥 然后给我的意见 我觉得很正确 毕竟他们年龄比我长 经历过的事情 乐的人数也比我多 我相信他们是通过 经实践中 然后总结出来的 我也非常接受他们 虽然刚才在台上 没有带走我的心动女孩 我也觉得非常遗憾 但是我相信这可能 我相信这可能性能力 跟我持续有关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刘孝 来自上海 今天31岁 我是一个东北人 这位男嘉宾 来自百合网 刘孝 欢迎你 看看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好 她没有话从自己嘴里嘟囔了一句 太漂亮了 好吧 希望你把它带走 谢谢 谢谢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1号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干嘛要松了一口气呢 还有你真的有说什么漂亮的吗 她要没说你认为我是编的吗 没有 我想知道她 她为什么要松了一口气啊 是很大压力吗 第一次见这么多美女 真的挺紧张的 这挺正好的 深呼吸会调整一下情绪 18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是否喜欢榴莲夜店 哎 这个你怎么看出来的 因为我感觉她穿着打扮吧 都还好 足以证明你也很有经验 经常去 就是 在夜店经常看到的 来 你回答她这个问题 其实 夜店嘛 倒是去过几次 但是一年熟 一年下来 也不到一个星期加起来 19号 你前面那个 按完灯之后 按按灯之前说的 就太漂亮了 你是来自上海的 难道你在上海看美女 没看够吗 还是我们的上海女孩子 你觉得不美啊 说实话啊 在上海的时候很少去逛街 但是我今天看见你了 我才知道上海女孩这么漂亮 谢谢 谢谢 你就是在等她说这句话吧 不是 我是很好奇 人家都说上海的女孩子 是出了名的漂亮 你这话我听了就有点不爱听 你的意思是 就是但凡在上海生活过的男人 就应该跃进天下美女 然后就哪儿的女人都不用看了 你一定要 只要看看我们上海女人就OK了 不是 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话 你的话没有什么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只是给你一个小建议 考虑一下其他省份的人 观众的心理感受OK 9号 我对你的身高还有身材 感觉非常好 谢谢 然后你刚才有看我吗 我全看了 是吧 那你多看我两眼 我也是东北女孩 温柔认美 好的 我们还是看你第一条短片吧 大家好 我叫刘孝 孝呢是海孝的孝 我是一东北爷们 现在到10年为止 我的公司已经创办三年了 那么我下一步的计划 就是想把公司做大 怎么做大呢 就是在其他的城市开分公司 我之前在东北 是一名大学老师 当时这份工作非常安逸而稳定 因为那个时候 二十多岁和现在的我 想法可能有些不同 我认为就是这种生活 属于虚度年华 二十岁看到老了 再一个就是我的工作 是由我爷爷安排的 我每次工作 其实遇到任何一个人 他们介绍我都是说 我是某人某人的孙子 而不是说我是谁 所以说那个时候 活在我爷爷的光环之下 也觉得挺有压力的 我07年来到上海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能在这个地方 生存下去的话 那么我能体现出我自我的一个价值 你既然说到你爷爷 我们就不能不小小的打听一下 您的爷爷是不是特牛的那种 方便说吧 可以啊 还行吗 去吧 蓝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个懂得浪漫的人吗 你会浪漫吗 我挺浪的 真的吗 那你敢不敢 嗨蓝嘉宾 那你敢不敢当着全国观众的人面 对我浪漫一下 你敢吗 关键是咱俩还没确定关系呢 那你是一个轻易会随便给女人承诺的人吗 你的问话里边有轻易二字 谁会说啊 你会轻易给人承诺吗 他说对我会轻易给人承诺 见过这样问话的吗 没有就是我经常看过就是一些男人 就是经常会给一些女人承诺 但是他们做不到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把承诺当一个女人 口头禅的男人 那是因为女人经常给男人暗示 二号 你说三十一岁你属什么呢 我属羊 哦属羊跟我太配了 因为我属虎 那你能把我吃了 还有就是你买我娶家的 就相当于娶俩媳妇 为什么 我告诉你 第一我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是一丝不苟 但是我在生活中 非常的还风情万众 就是我私人 那个孟老师 你有大概对比过吗 你的风情和十九号的风情有什么 相同和不同吗 哦我跟余夏的风情是不走同一个风格路线的 我能发言吗 我也想跟你说 我工作时候的状态是越忙越要保持优雅 哎 十一号是什么风情 哎没有我不是说这个问题的 哎 我还是想回就是刚刚七号跟男嘉宾说 说那个问题的时候男嘉宾说什么确定关系 因为我今天听到某一个人说 男女关系有两个说法 第一个你猜是什么呀 让我猜吗 是啊 现在 是啊 结婚 不对就是没关系 哦 十一号我记得你 有些有些人的话不是都能听的是吧 那你觉得对吗 挺挺有道理的 哈哈哈 你来看他下一条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打网车比赛 因为打比赛呢 当你赢得比赛的时候 你的心里会特别有一个成就感 哎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爱好就是骑马 政府这匹马的时候其实也蛮有成就感的 呀 现场的女嘉宾 如果你对骑马感兴趣 我很愿意去带你去体验一下 非常刺激 刘孝这个人呢 对朋友特别够义气 记得去年有一个刚认识的朋友 跟他借了十一万块钱去做生意 可能是后来由于经营不善 这笔钱可能现在短时间的还不上 我们都知道老刘这个人心里面其实挺急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这个朋友压力 24号 24号 刚刚你在WCR里面说 有喜欢骑马的女生 你可以带她去骑马 我就喜欢骑马 我是浙江马术俱乐部的会员 是吗 刚刚你骑那个马我也在骑啊 我骑那个小马 我骑那个骑是大马 不好意思 13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刚才有提到过说你借的朋友十一万 然后你不着急去催他还钱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一是可能是说句实话 一是可能出于面子 第二呢就不想给对方施加什么心理压力 我怕就是给对方施加心理压力越大 可能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了 那你觉得像你这种老好人的性格 是不是不适合于理财呢 说实话我不适合理财 这个是真的 如果是我的对方我的另一半如果会理财的话 我会把我的钱交给他 朋友来借钱借还是不借由你说了算 还是你太太说了算 朋友借不借钱由我说了算 18号 我就是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这么爱面子的话 会不会有大男主义倾向呢 就比如说喜欢替你女朋友或者是别人做决定什么的 有 不好意思 来看最后一段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经历过三次感情经历 第三段的是我来到上海之后 遇到一个上海女孩 其实对方 对对方的感觉都比较好 但是我们出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还是最终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呢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房子 那个时候刚来到上海 我可以跟他去承诺 我以后会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一个环境 没办法去跟他去继续相处下去 我觉得男人就是不要轻易跟女人一个承诺 因为你说出的话就应该去做到 我渴望的是一种笑颜色的爱情 可能我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笑我 想法这么幼稚 但是我并不反对 我的另一半它会有这个物质上的一个需求 我只是希望就是我们的感情还是放在第一位 而物质需求放在第二位 三条短片放完了最后一轮提问 7号 刚刚看你那个就是说你爷爷那么厉害 那如果你选择女朋友 如果你爷爷不喜欢你会不会立马就分手啊 就不要他 我爷爷现在已经不在了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1号 你喜欢你未来的一半是那种小女人型的 还是奋斗型的 其实我并不在意我的另一半是哪个类型 只要他和我在一起有那种纯真的感情 我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去适应他的 OK 好 谢谢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上去灭掉八盏灯回来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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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权 都是什么人 就是什么人 生病人 如果你就是什么人 老虎 我都知道 还要再一场 有请一号二次三号 我们来看刘孝的心动女生是 14号 杨涵有请 看大屏幕 三个女生有十项基本资料 你选择一项继续了解 婚恋时 来看三个女生的情况 一号 谈过一次恋爱独身两年 14号 谈过四次恋爱独身半年 23号 谈过一次恋爱独身一年 好 你的最后一问想清楚 就你最关心的问题 向三位女生继续了解 你们对婚后就是生活的一个品质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两个月工作 半个月旅行 这样的生活方式 14号 希望比较高的生活品质 可以吗 想回答 可以 我希望能在上海生活 是这样吗 在上海 对的 只要在上海就可以了 其他城市像杭州啊也可以的 杭州 南京都可以 都可以 好 三个女生回答完了 想清楚 如果坚持心动女生14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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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嘉宾 获得了由奥康特别特做的 属于此节作为爱情纪念 我在微信家中提到就是 我是一个以感情为第一 而无止放在第二位的 寻找另一半的一个人 我选这位女嘉宾 他现在一个理由呢 是我觉得我最后那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针对这个问题而问的 而他选择就是 就是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 所以说我 我觉得他挺理解人的 我是比较喜欢那种 大蓝色主义的男人 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了解 好 我们就等着去下一位 好的呀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江博 买自北京 今年28岁 今天我只为他而来 什么 今天只为谁而来是不是 江博 欢迎你 我只为他而来 我只为他而来 我说今天我只为他而来 哦 只为他而来 看看场上24位 你的那个他 直接把那号码送在上面 24位女生想一想 你是不是那个他 对江博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自认我不是那个他 我觉得你刚进来的时候 眼睛就一直往他看 然后 但是我对你有一个小建议 因为他很优秀 然后一般人男 就是每个嘉宾 几乎都会选他 我们都很嫉妒 然后 请你慎重 然后希望你可以带他走 谢谢 李嘉 这样我们就更有机会了 李嘉 我其实一直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 就是你一直站在杨涵旁边 杨涵老是被选为心动女生 你看你来了这么长时间 也没有人选你做心动女生 你离他离那么近 我好惭愧啊 对 你内心 会有这种痛苦的感受吗 相当痛苦 会有 我就想 跑到24号去 离他越远越好 杨涵有得意感吗 我没有 那你有这种 那你有这种 你让你周围身边的很多姐妹 有巨大的压力 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吗 不知道说什么 11号 男嘉宾你好 你的她是谁啊 你那么含情默默的表情 令我很惊讶耶 她的表情看上去充满杀气 对啊 我都想说 你怎么看出她含情默默来 因为她是秘密的 我都想问她 你说我只为她而来 你是只为向她宣赞而来 还是示爱而来 她摁了那个东西之后 从来没有人就摁过之后 就是 看着办吧 笑一下 笑一下 你在跟谁较劲吗 没有 表情放松一点好吗 好的 谢谢 当然也可以维持现在这样 没关系 来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是姜伯 目前呢 在国内一家大型的 防保集团任事业部总经理 我研究生呢 毕业于英国的利兹大学 别看我是海归 其实我从小的英文是非常差的 我的高考英语呢 是49分 我的四季一共考了四次 最高分呢是34分 当时淘气的我呢 让父母简直伤透了脑筋 我所喜欢的呢 是拉二胡 拉手风琴 组织活动和联合会 总而言之就是不喜欢学习 那么到了22岁的那年呢 我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 学习的重要性 那么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最终的考入了自己 所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并以总和A的成绩呢 顺递演 19号 你今天肯定是有备而来 为了他而来 你觉得 我想我想这个他肯定是被很多人都选过 但是没有被带走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天赋异禀 能够让他很坚定的从这个场上就跟着你走了 在他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请问一下余夏倒是一个问题 你来场上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似乎没有一个男生 选你做心动女生请问 你的内心有何感受 乐嘉老师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因为你刚刚说没有男嘉宾选 选19号 其实是有的 而且那男生挺高的 挺瘦的 挺帅的嘛 对吗 对不起 你继续比我继续要好 你又说到这个问题 我真的想跟你嘉宾说一句话 我也在想啊 如果我是站在那台上的 从来没人选过我 可能真的会有点失落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我不是想来当心动女生的 我是想来找一个适合我的男生的 我觉得这就无所谓 我以为可能24个女嘉宾 心动女生最多的那 集中在某几个人身上 但是幸福的婚姻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的 不管你是不是谁的心动女生 说得好 来跟她下一次吧 其实这辈子呢 我只谈过了一次恋爱 那是在英国 我跟她在朋友家里偶遇 刚一见面就谈了8个小时 马上就成为恋人了 我们两个的恋爱史呢 简直就像一部韩剧一样 在泰晤士河边 在女王剧院 在曼哲斯的火车站 在海德公园 都能发现我们的身影 足迹 后来呢我选择回国 而她继续留在英国发展 并准备入籍 大家就分手了 刚回首的那段时间 英国正好遇到了 百分不一的洪水 窗外是风雨交加 我坐在屋里 拉着二胡 度过了一个个不敏之遇 回国之后呢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爱人之间行影相随 行力则隐随 从此以后呢 我将更多的精力 发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当中 你上一段感情是异地恋而分的 那你还能再接受异地恋吗 接受 如果我坚持留在南京呢 你会从北京过来吗 如果你是我的心动女生的话 我会向公司申请 调往南京的分公司担任职务 我请教你个问题 您说 我倒不觉得你是个心很狠的人 我倒觉得你心很多时候比较脆弱和软弱 是的 但为什么你的表象上面 要做出来恶狠狠的神情 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刺激和影响 我是这样的 今天呢有点紧张首先 第二的话呢 昨天兴奋力晚上脑子有点 晕 第三个我在我上海的时候老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 好 来看最后一段 江博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非常有上进心的这么一个人 比如说他从英国去念完了硕士研究生回来 居然跑去卖保险 这个事情在我们朋友圈子里头已经沸腾了 其实他就是觉得可能自己的沟通能力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想通过就是卖保险的这么一种精力 然后来补充和完善自己 江博真棒 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我跟他是同学 同班同学 我们经常在一块做作业 互相作业是有分工的 我写语文 他写数学和其他的 所以他现在语文就非常的不好 就是错别字 还有很多汉字不会写 有一次我看他的工作笔记的时候 我发现里边有好多的那种带标减符号的英文 我还以为他什么时候学了德文呢 他仔细一看不是德文 是汉语拼音 他不会写 你知道吗 7号 最后一次提问 你平时都那么认真 那你是不是没有什么娱乐呀 我的娱乐非常多的 像爬山呀 像这个听音乐会 还有听这个话剧 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活动吧 都是这么无聊的吗 就是你会不会玩一点比较劲爆一点 就是或者比较嗨一点的 对 比较刺激一点 比如说如果我要出去疯或者出去嗨 你能跟我嗨起来吗 是这样的 如果这种环境下的话 我可以勉强去玩一玩 但是我不会进入到很高兴的状态 那好吧 谢谢 我觉得 你可以不太喜欢听话剧 不太喜欢这些爱好 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喜欢的就是无聊的 好吗 灯灭了 他就冲着一个人来的 我们就看看他的心动女生吧 大屏幕 离开之前有话要说吗 最后呢我能不能有一首歌来 很简短的只是高潮部分 好 可以吗 好 你可以像演唱会那样边唱边走 唱到副歌高潮的时候出现在那个台上 鞠个宫留下美好的背影 我愿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 张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一起写我们的结局 一起写我们的结局 再见 再见 应该说是在教师阶专场的时候啊 他出现的那一刹那呢 我眼前一亮 因为感觉的话呢 他还是很与众不同的 他给我感觉的话呢 更加的有内涵一些 我觉得他没有选我的话呢 自己 其实现在还真是什么想法特别有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 今年27岁 我叫齐帅 我的名字呢 我告诉你们怎么好记啊 就记齐帅就行了 谢谢 齐帅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好 希望你把她带走 谢谢 谢谢 24位女生对齐帅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18号 你对她的印象 我感觉还挺好 挺男人的 27 8岁能有这样的状态挺不错的 27 8岁能有这样的状态 你觉得27 8岁就已经该怎么样了吗 因为我觉得27 8岁的男人吧 还没有到真正成熟的时候吧 因为毕竟男人的心理年纪跟女人是相差有四岁 男人什么时候可以熟啊 这个要看他个人的际遇和他的成长方式了 哎 蟋蟀哥 这里 看到你了 我就让你多看三秒钟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其实我就想接下来说一句话 在你看我们台上24位漂亮的女嘉宾呢 其实每一个人内心都很丰富的 同时我也是一个有深度的女人 来看她的基本质量 大家好 我叫齐帅 现在北京加斯莱店做原生员工作 从小呢我就喜欢车 在97年的时候呢 我们家中有了第一辆车 父母呢经常开车出去 我就让他们带我去兜风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就学会了采离合挂挡 松离合 给油 我家是开店的 父母呢特别希望我能够紫成副业 但是呢我根本不是一块做生云料 所以呢我选择来到了车行 在这里呢我可以体验到 越野车 吉普车 旅行车 商务车 想开什么车呢都可以开得到 不过呢通过我的了解 再好的车呢也没有我 驾着色人的小车好使 经济实惠更低碳 最主要的是呢 不管多么小的吉普车 我都能把它接进去 十六号 男嘉宾您好 我想问一下你开车技术好吗 还可以吧开了十年了 哦因为我喜欢倒车技术好的男生 倒车瘦帅吗 那你可以来找我就行了 十三号 你好齐先生 你好 就是我听说就是说 男人或者女人他开什么样的车 大概都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如果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那你会选择什么车呢 谢谢 其实说实话 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是选择这辆车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辆车低碳 而且空间还比较小 那如果别人送你一辆奥斯顿马丁 你不要吗 我要 然后给他卖了 买一个我女朋友最喜欢的车送给他 那他如果就喜欢奥斯顿马丁呢 那不正好吗 别人送给我直接送我女朋友了 就现在大多数的人就是看你的衣服啊 看你的车啊 你不担心这样的话 有很多女孩会通过这个来评价你吗 就你怎么能够做到的 其实没有关系 我觉得车就是一代步工具 其实我上班的时候 我是把车开到地铁站 然后呢是坐地铁 再到公交车去上班 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很快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开什么车不再是证明身份 就向大家想想 二十年前用什么样的手机 就是有钱人和穷人的标志 没钱的用BB机 有钱的拿大哥大 三五年之后 什么人都有三四个手机 汽车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还是比较有前瞻性吧 谢谢五号 您是喜欢比较更刺激 或者比较更好玩的一些事情吗 您的生活中 我记得在 他这么问你的原因是因为 他一直游走于欧洲各个地方 经常是五天之内就决定搬家 是搬一个国家 就来回 所以他对于这种动荡的刺激的变换的 充满着这种 就是探究性的生活 有种无限的项目 你是喜欢刺激生活的人 还是只喜欢安定生活的人 刺激 比如说一年当中 一个月时间让你去国旅行 你愿意吗 爱去哪去哪那种 想起来就背包走那种 当然愿意 一号 来嘉明你好 你VCR里面提到 你好 你爸爸妈妈是开店的是吧 就说他们希望你做生意 但是你自己不喜欢做生意是吧 但你希望你以后的 另一半是做生意的 还是不做生意的 其实这个跟我的另一半 做不做生意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和远远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 因为我我希望找的是 另一半是跟我一起做生意 再一起玩 一起出去旅行 一起做饭一起生活的 还有就是 你是搞对气息很有言 就是吧 我跟你一点小的见 因为我是有一个网店 就在网上卖气配 各种气配都有 而且我的价格非常便宜 好的 谢谢 一号女嘉宾 从你到这个台上 你最后问的所有问题 都跟你做生意有关 就是除了要跟你一块做生意 到你们老家去 和你一块做生意之外 你对男人就没有 第二件感兴趣的事了吗 因为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直一直期待 就是说有一个男的 跟我一起 一起做生意 因为我要享受那种快乐 明白 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你觉得最重要的 你唯一感兴趣的 就是那个男人 跟不跟你回你们男的 跟你一起做生意的话 以后只要你一举手 我就带你问他 我说你愿意跟他 到他们家浙江去做生意吗 我跟你说孟非 一号的生意秀绝之墙 超越我们之前见到的 所有的女性 她是唯一的一个 在后台化妆间 因为她从温州艺乌来 她对于小商品的行情非常了解 她披发了一大堆 然后在化妆间的时候就铺开了 姐妹们你们谁要买来 过来买 过来买 她很厉害你知道吗 她可以把每一个人 都变成她的生意对象 她的每一个鼻孔和毛孔 她都能够随时秀出来 生意在哪里 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女商人 谢谢 谢谢她 18号 因为我在北京也待了好几年 我会觉得北京男孩多数 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强硬的态度 有一点大男人主义 我不知道你又没有 这方面的问题 我是一个反面胶态 没有 来看她下一条短片 奇帅 这不是她的名字一样 她长得非常帅 人品非常好 很诚实 而且比较简单 搭得咧咧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印象最深的 也就是那次去KTV唱歌 我们就没有抢到过麦 麦爹型的 就是特别能唱 但是吧 她唱歌特别好听 不懂调 因为她根本就不在调上 当然了 这个人物丸人有一定的缺点 比如她就是 办事很周 这个人非常周 我们要想给她指一条路 说这样走 会比较简单 但是她会认为 就像她的思路走 会比较顺 比较痛快 结果到那儿 她就是好 男嘉宾你好 我看了你第一条短片的时候 其实我对你蛮有好感的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低碳环保的人选的都是小排量的车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提倡绿色生活 然后我看你第二条短片的时候 我又发现你是一个喜欢制造 那个声音污染的人 然后我对你的好感都 下降了 我觉得你有没有听 就是说感受到你朋友 对你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你唱歌调都没有的 你还在那边唱着麦 唱啊唱啊唱啊的唱 你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要唱歌真是像刘德华似的话 我就不用去开TV了 能跟我去唱歌的都是我的铁哥们 或者是铁姐们 他们不会觉得难受 他们只会特别的开心 听我唱歌 怎么说应该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想一个人唱歌不在调上的话 是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 23号女嘉宾是新上场的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马埃静 来自美丽的凤凰城唐山 我是刚刚从大学里边走出来的 刚刚毕业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段挺不愉快的经历 包括在工作上 感情上 但是时间已经让我开始平静下来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 有机会来到《非诚勿扰》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我的另一半 他能懂我 疼我 然后让我心动 而且希望他能为我拨开云雾 看到前面的路 好的 下一条短片 我奶奶说过 我母亲是山下火 我是大海水 我们俩水火不相容 之前我谈过很多次恋爱 都没有告诉我母亲 去年我母亲正式多介绍一个女孩 一见面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用一样的手机铃声 刚刚看过同步电影 于是我决定 这次听母亲的和她交往 在两个月零七天的时候 我们省电班的领了结婚证 然而没想到 多了两个月 他给我打了电话 只说了两句话 告诉我 我怀孕了 我把孩子打了 我一直追问他事情的文明 他只告诉我四个字 我不想要 有一天他对我说 我们要喝酒 我说离就离 就这样 我们结婚证还没有不热乎 就领了离婚证 通过我的审婚审离 我领悟到 在错误的道路上 认识对的人 继续走下去也是错误的路 还不如趁早结束 我9月28日才离的婚 今天就站到 《非诚勿扰》的女孩上 来寻找幸福 虽然我离过婚 我还是希望 找一个未婚女孩 因为我希望 她一辈子当中 只有我一个男人 刘洋 你觉得她的这个婚姻上过去的问题 曾经碰到过的经验和教训和你相比的话差别在哪里 如果婚姻失败并不一定是个人的原因 可能有多种复杂的因素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 你刚才 最后一句说什么 想找一个未婚的 希望她生命中只有你一个男人 我就觉得你这种观念我非常的不欣赏 我觉得一个人离了多少次婚不要紧 在于她对婚姻的态度 这个你肯定理解错了 她说我希望在她的生活当中 一辈子只有我一个人 她不是一辈子只有我一个男人 这两句话是两个不同的理解 你能自己亲自解释一下吗 其实刚才乐飞老师说的非常对 没关系 没事 乐飞 乐飞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肯定不愿意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这个话讲得好奇怪 那人家女孩也 而男人离过婚就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想找谁 我还是就是想找一个未婚的 好 不用解释了 再见 今天的失败 可能是跟我的审婚审离 有一定的关系吧 然后我最后说的时候 就是想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孩 只是暂时的一个想法 根据人的年龄增大的话 肯定以后的想法也会变的 也许以后我会找一个 就是没着结过婚的 或者还有想法的 如果观众朋友想了解 关于24位女嘉宾 更多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81加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6620 或者直接登陆 谢谢奥庞皮鞋 对我们节目的赞助 也感谢百合网 感谢市女家园交友网站 和珍爱网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各位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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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